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351章 多方支持 建立发言人制度的事就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了 会议决定成立发言人办公室 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机构 人员全部是县政府办公室里的人 发言人由实立财担任 虽然实立财不大愿意当这个发言人 但王检觉得发言人级别不能低 低了体现不了县政府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决心 如果他不愿意当 那只好让副县长当了 因此实立财只能同意让他当发言人制度的要求 当了发言人之后 实立财立刻按照王检的要求 把道路修建 城市规划 招商引资 非法采杀 旅游开发等事情向社会公布 县人大代表 县政协委员 以及一些感兴趣的群众都前来旁听 提问主要是由县电视台的记者提问 并通过县电视台向社会上播出 引起巨大反响 虽然市里面也有发言人制度 但像王检这样搞得很像一样的情况 还很少见 因此孙世民看了之后 立刻打了王检的电话 孙世民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 知道王检设立发言人制度后 在第一时间就认可了这种做法 因为这对树立政府形象 增加决策透明度 有很大帮助 尤其是在西庭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 改变整个的政治生态环境 转变工作作风 极为重要 王检能做这件事 说明他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孙世民作为市委书记 应当支持他 鼓励他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接通电话后 孙世民就爽朗的大声道 王检同志 你搞的那个发言人制度非常好 非常有必要啊 你能想到通过这种方式 提高群众参与县里工作的积极性 对你们今后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希望你能不断完善 坚持下去 把西庭县的工作做好 没想到孙世民会这么积极的支持自己搞这件事 王检的心情很是激动 就说道 谢谢孙书记的支持 我们会坚持搞下去的 总之 我认为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 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通过这种形式 也是一种群众动员的方法 西庭县的许多工作 就是要让群众参与进来 才能把工作干好 请孙书记放心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孙世民连连表示赞许 要求王检在信息发布的同时 也要注意与群众互动 听取群众的意见 这样群众才能不断的现机现策 把工作做得更好 王检一一答应 就与孙世民挂断了电话 挂完电话后 他还是很激动 能得到孙世民的认可 是非常难得的了 因为车士平知道这事后 还是一言不发 也许他根本不同意 或者他不屑于管这件事 既不想阻挠王检干这事 也不想支持王检搞这个事 一副老狐狸的模样 车士平还真是这么想的 他在知道这事后 第一觉得王检是年轻人 喜欢搞新鲜事物 但新鲜事物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因此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任由王检去搞 他要等社会反应上来之后 他再表态 这是一种最稳妥的办法 因此 在听了崔兆华的汇报后 他不但没有听从崔兆华的话 去阻止王检搞这个事 而且还批评他 不该在会上反对这件事 如果要是上级支持王检搞的话 那他岂不是失策了 孙世明在打完电话给王检后不久 江岩居然也打电话给王检了 他觉得王检是县长 而他是市长 县政府的工作能有所创新 那他这个市长不表格态 就显得他没有工作创新性了 而且很快听说 孙世明是支持这件事的 那他还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 因此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王检 王检接到江岩的电话后 还在猜测他是支持还是批评自己呢 一开口就说道 江市长好 小王县长啊 你干的不错呀 不但在县里把各项工作都捅了起来 而且还建立了发言人制度 这个制度好啊 你们县一级可以设立 设立之后 听说你们运转的也很好 这就了不得了 有了群众的参与 你们的工作就会干得更好 否则你在上面整天忙得要命 群众要是不支持 费力不讨好啊 我本人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 江岩对王检表示了很大的支持 这让王检非常感动 本来以为江岩与自己关系不深 会不会借机批评自己 没想到他和孙世明一样 对自己表示支持 看来也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领导 以后还是要多向他争取工作上的支持 谢谢江市长的支持 在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县政府的工作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 把各项工作做好 王检兴奋的对江岩说道 听到王检的话 江岩也感到很欣慰 王检能这么表态 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事 他的心情也是很高兴 小王县长 过段时间 我到你们县里视察视察一下工作 看看你们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 江岩主动表示要到西厅视察工作 这其实是对王检的一种极大的支持 王检自然心知肚明 立刻表示感谢 准备好迎接江岩视察工作的事项 两人通完话 王检还在回想着 孙世明和江岩两人说过的话 市里一二把手都来表示支持 这说明他这样做是对的 他其实也没有想到 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想来也是这件事 有的地方说的多 做的少 而只有他做的比较到位 这正是他能受到孙世明和江岩关注的原因 得知孙世明和江岩都表态支持了 车视频有些坐不住了 市里一二把手都表示了支持 而他这个县委书记还在那观望 那将来孙世明和江岩知道了 心里会怎么想 这就是与他们政治上不保持一致了 有投机取巧之嫌 或者要与他们搞对立 那他这个县委书记算是当到头了 想到这里 车视频急忙把王俭找了过来 一脸笑容的问了问王俭 有关发言人工作的问题 王俭很平静的一一做了回答 他对车视频支不支持 他没怎么在意 他做这件事 完全是在县政府内部做的 即使车视频不支持也影响不到这项工作的进展 而现在孙世明和江岩都支持了 他更不需要车视频的支持了 因此车视频倒是要积极的表示支持这项工作了 主动向王俭表示 要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听取一次县政府有关发言人制度设立的工作报告 要求全县各大机关都要积极的配合县政府 搞好发言人制度 这倒是让王俭心动的地方 毕竟车视频这么做 对他坚持和更广泛的开展发言人制度是有利的 因此王俭才表示感谢 与车视频达成了一种很好的合作 发言人制度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而那名决定收费卫生的领导也找了出来 他就是环保局下属单位环卫所的所长周平 他的收费并没有得到物价部门的批准 因此完全是乱收费 虽然他解释 这样收费主要是解决经费难的问题 因为开展卫生大扫除后 导致人员增多经费增加 但环保局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经费 王俭了解情况之后 首先对周平予以免职处理 他这个所长免起来很简单 不需要车视频的同意 直接免掉了事 其次收取的近一万块钱 全部退回群众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那些 以后乱收费的单位看一看 怎么收的 还要怎么退回去 会产生很大的震慑力 最后 王俭又决定对环保局长夏国民进行一次界面谈话 一是因为他失职 对下属单位乱收费的行为迟迟没有发觉 二是在下属单位经费短缺的时候 没有及时进行处理 导致他们动了乱收费的念头 这样都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所以要进行借面谈话 这么一处理 人心大动 对王俭做事的果断非常受到震动 大家工作起来就小心多了 尚有王俭的严格管理 下又有群众的监督 他们只有努力工作 不敢懈怠了 乱收费的钱退了回去之后 在王俭吃饭的那家小面馆里 有人又开始谈论王俭的事情了 面馆老板娘见人就说 你们到我的店里吃饭 算是你们来对了 告诉你们吧 县长还在这里吃过饭呢 还和我说了几句话 前来吃饭的人就不大相信 县长到你这吃饭 别糊弄人了 县长怎么会到你这个地方吃饭 面馆老板娘嘴一撇 说道 你们还不相信怎么的 告诉你们 那天县长来了之后 我看他就是面熟 后来他看到有人来收取什么卫生费 然后他就问我 这收的是什么费用 我就把情况告诉了他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过了没几天 他们又把钱退回来了 而且把以前的费用都退回来了 如果他不是县长的话 这钱怎么会退回呢 肯定是他知道这是乱收费 他回去把人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然后还把那个乱收费的人的官给撸了 把钱退了 这样的县长 绝对是好县长 面馆老板娘说的很激动 听的那些人 确实还有一些不相信的说 钱退回了是好事 但万一那人是记者 那记者上报之后 才把钱退给你 你怎么确定那人就是县长 瞎编的吧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是县长就是县长 他天天在电视上出现 我还能看错 不看你们在我店里吃面的份上 我都会跟你们急 老板娘脸色一变 说道 那些人一看 老板娘还真是厉害 不敢多说话了 面馆老板娘 这才收住脸色 继续卖起面来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仕途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煞 作者 鹅城之县 第352章 主持招标 把自己的工作告诉百姓 然后得到他们的拥护 这在王俭来说 是一笔重大的政治资源 车视频也没有想到 王俭通过这种方式 获取了很高的威望 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之后 已经晚了 让车视频顿时感觉自己失策了 这样他不得不佩服王俭 超凡的政治智慧 十百名在山泉乡的工作 取得了成果 作为县政府工作组的组长 他和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深入到群众中去 充分调查了解了两个村的历史恩怨 以及现实情况 并整理成相关的报告 交给了王俭 同时 苏明辉带领一班人 在深河沿岸 开展打击非法踩杀的行为 抓了一批人 但没有抓到杜宝成和赵德利 这两个村干部 他们都躲在幕后 汪志国的侄子更是脱了身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他也向王俭做了工作上的汇报 应当说 经过打击非法踩杀的行为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两项在山泉乡的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下一步就是要保持当前的工作态势 一方面打击非法踩杀 一方面做好两村之间的矛盾化解工作 将杜宝成和赵立德 这两名村干部换下去 选出两个新的村干部 配合好县政府下一步的修路工作 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准备工作 眼下当紧的还是使用好省交通厅的那部分资金 把一些乡村道路修上 而那条通往山泉乡的路 必须高标准的修建 投入的资金将是巨大的 马桂松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他向王检汇报之后 没有再做出任何表示 因为他已经知道 车视频并没有拿下道路修建权 而是将由一家省城来的企业负责建设 并且听说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企业 既然这样 他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王检代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一家竞标会 总共有三家企业入围 一家当然是范志斌的企业 另一家就是吴天一 他以为王检答应了他的要求 因此他很自信的认为中标的企业非他莫属 此外还有一家企业是西庭县本地的企业 胡维远施工队 其实他根本没有资质 但他借了别人的资质参加了竞标 本来还有一些本地企业想参加 都被他吓过去了 而吴天一和范志斌两个人 一个在省里 一个在市里 他不可能清除掉所有的竞争对手 所以就这三家参加了竞标 胡维远是崔兆华的一个远亲 本来他想找崔兆华说说话 想把工程承包下来 可是当他知道王俭根本不给崔兆华面子的时候 就有些不安了 在西庭这块地盘上 大大小小的工程 他都要插一把手 如果不让承包工程 那一定会让工程没法施工 这是他的最后底线 因此今天到县政府来 也是势在必得 三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范志斌不能说是自信 但他的企业 无疑是这三个人当中实力最雄厚的 而且王俭已经与持国平等人达成了默契 如果要想把路修好 必然要让他的企业中标 王俭这次没有请外人来主持招标 他和马贵松两个人 还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就组成了招标队伍 因为这是溢价的形式招标 所以谈判协商是招标的主要形式 谈判是一个一个进行的 首先谈判的就是吴天一 当吴天一要从后客室里走进谈判地点的时候 胡文远给了他一个狠狠的眼神 要说这吴天一 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也是一个不轻易被别人吓唬住的人 看到胡文远向他发出挑衅的眼神 他立刻大声道 你向谁瞪眼呢 胡文远马上说道 就是瞪你怎么着 你再瞪我试试 我就瞪你了 你能怎么着吧 胡文远直接站起来指着吴天一说 吴天一一看好家伙 这人来者不善 看来这家伙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 要是今天让他拿住了 以后就是承包到的工程 估计在这个地方也干不安 你很牛逼是吧 吴天一同样也开始指着胡文远的鼻子骂道 怎么着 我就是牛逼了 怎么的 牛种就在西庭县里走走试试 你们两个谁承包到了工程 没有我的那一份 你们谁也干不安宁 我今天就把这话说到前头 你们两个考虑好了 胡文远不但指着吴天一 而且还连带着 把范志斌也给说了 范志斌正坐在那里 看着两人在吵架 没想到胡文远也指向了他 他虽然心里生气 但觉得不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听胡文远说完话后就没吱声 而吴天一却不能不说话 指着胡文远道 你也就在西庭牛逼 有本事咱到四门走一遭怎么样 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在自己家门口撒野 算什么牛逼 胡文远一听 走上前就要抓着吴天一的脖子要打 吴天一虽然在社会上混 但不是打打杀杀之人 而胡文远却是西庭这里有名的混混 真要打起来 吴天一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吴天一立刻惊声道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这里是县政府 胡文远冷笑了一下 放下了手 又坐了回去 懒懒的看向吴天一说道 去吧去吧 去竞标去吧 我看你怎么走出这县政府 胡文远这是明明在耍无赖 要来硬抢了 吴天一心想 无论你再怎么匹 只要我拿到了工程 就有人跟着我干 不怕他胡文远有多厉害 想完 吴天一整整一关就走了出去 吴天一一走 胡文远立刻又转头对范志斌说道 我告诉你啊 你要和我合作 无论是谁中了标 我们一人一半 怎么样 只要有我在 到时候没人敢出面捣乱 我们合作发大财 让那个姓吴的一点也捞不着 如果你不听我的 即使你中了标 我保证你干不安 没想到西庭这个地方还有这种人 在东庭的时候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他是一个外地人 如果到了这里 有这种人整天捣乱 误了工期 岂不是要赔大了不是 这如何是好啊 一定要和王俭说一说 心里这样想着 范志斌就是不说话 胡文远一看 这人是不是个哑巴呀 一句话也不说 心里一脑 就要走上前去 抓范志斌的脖子 正好石立财 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声道 你这是想干什么 石立财一出面 胡文远急忙缩回了手 说道 石主任 我这是给这位老总 整理整理一下衣服 胡文远 我告诉你 这里是县政府 我刚才听说 你与别人打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 石立财刚才听到 胡文远与吴天一闹事的事 就过来看一看 没想到 看到胡文远 要打人家范志斌 没事没事 石主任 你忙您的吧 胡文远陪着笑说道 石立财训了他一顿道 你要是不想竞标 就马上给我出去 胡文远立马老实了 坐在那里开始等待 吴天一进入王俭和马贵松的会议室后 就开始和王俭聊了起来 把自己一片吹嘘 心里想 反正王俭要照顾林泽宇的面子 说的好听一点 好让王俭为自己说话 因此心情很放松 刚才胡文远的干扰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 干工程这么多年 这点小事 他经历的多了 想想他的工程 没门 聊完之后 吴天一就报了个价 王俭笑着说 可以走了 他就走了 回到后客室 胡文远就站起来 吴天一自然也要给他一个蔑视的眼神 而胡文远也不想耽误时间 就回敬了他一下 就走了 进了会议室 胡文远大大咧咧的就往桌子上一坐 本来他是没有什么资质的 只是想把这个工程搞下来 然后再找人做 王俭和马贵松 问了他几个问题 他都没有回答上来 可见他根本不符合竞标的要求 王俭就直接说道 你这个资质是借别人的 而你对一些情况又完全不懂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的告诉你 你被淘汰了 胡文远没想到王俭会直接淘汰他 便猛的站起来说 凭什么 我告诉你们 在西庭 没有我胡文远的参与 谁也别想把工程做好 王俭被惊了一跳 呦 这人还真嚣张啊 就是在东庭的杨国庆 也没有这样的呀 在县政府的长官面前 他居然无视他们 这事是真够奇葩的 估计全市也只有西庭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再说一次 王俭一脸镇定的看向胡文远 威严的说道 胡文远却反而说道 你叫我再说一次 我就说一次 我还就不说了 我话已经撂在这了 你们看着吧 说完 胡文远就大步走了出去 搞得王俭都没有反应过来 王俭反应过来后 问马贵松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过来竞标 马贵松负责把关招标的 听王俭的话回答道 王县长 我只是对他们形式上审查 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没法把握呀 王俭又反问了一句 我是说 你认识这个人不 他是不是西庭的人 感觉到王俭有些不悦了 马贵松道 这个人叫胡文远 西庭县里很有势力的一个人 但我与他没有交往 崔县长应当与他很熟 听到崔兆华与此人有交往 王俭记在了心里 脸上紧绷了起来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仕途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抱负 水雨争锋 美女金钱 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鹅城知县 第353章 耍继谋 修路招标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胡文远直接提前出局 让胡文远有些恼羞成怒 离开县政府后 就在门口准备将吴天一给堵住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范志斌和王俭谈完之后 就走了出来 招标结果要在几天之后才出来 所以吴天一和范志斌 就准备离开县政府等待结果 从县政府大楼上下来 两人就向外面走去 老远就看见胡文远 正带着一群人站在那 吴天一一看不好 虽然他觉得胡文远 未必敢怎么对他 但一想到这个人 是西亭的地头蛇 他们真是要借机羞辱自己一番 岂不是很没面子 想到这里 吴天一喊住了范志斌 说道 范总 我看那个胡文远不怀好意 我们最好不要走出 这个县政府大院 范志斌也看到了胡文远 在外面瞅着他们的样子 想到他曾经和自己说过的话 他不由的也停下了脚步 说道 呃 那我们怎么办呢 要不我们去找王县长吧 找王县长有什么用 他们又不犯什么大错 王县长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能有人 我们也能找到人 你等着 我打电话叫人来 吴天一一边说着 一边打起了电话 打完电话 吴天一对范志斌说 你看到没有 想在这个地方弄点工程 没有一点势力是不行的 你大老远从省城到这里来 我真担心你啊 即使中了标 也干不下来呀 吴天一一边说着 一边看范志斌的表情 他的目的 其实和胡文远一样 想下退范志斌 不过胡文远的手段比较直接 而他则比较狡猾一点而已 范志斌的心还真揪了起来 本来以为胡文远就是个凶神恶煞 可是他现在感觉 这吴天一也不是什么好鸟 如果自己真到这里施工了 摆不平这些人怎么办 他来到这里 一切只有依靠王俭了 如果王俭不能帮他摆平这些事 那他也没法干了 这个问题应当和王俭说清楚才行 否则就没法签合同 在这里干 想到这里 范志斌没有听从吴天一的话 在那等 而是对吴天一说 我去找下王县长 吴天一转身没拦住他 看着他又重新走进了 县政府办公大楼 王俭招完标后 回到了办公室 正想休息一下 看到范志斌突然又回来了 就忙问着 范总 你怎么又回来了 范志斌说 王县长 有些情况 我给你汇报一下 不然我也没法在这里承包工程了 王俭不解的问 怎么了 招标的结果虽然还没有出来 但基本就是定你们了 难道你不想在这里做这个工程了 这倒不是 工程我们当然想做 还要多谢王县长对我的照顾 但今天那个胡文远公然恐吓我 说是中了标 不把工程分给他一半 他就叫我做不成这个工程 而那个吴老板与胡文远也是直接的争了起来 我没想到为了这个工程 他们会争的这么激烈 而且根本不按规则行事 如果是这样 我怕在这里开始施工后 会有人捣乱 导致我们无法完成整个工程 这不但会影响县里的工期 也会对我们的信誉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此我想把这个情况告诉王县长 请王县长注意到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别说是我们了 就是其他任何人也不敢到这里投资做事 看来这里的情况相比东廷来说 哎呀真是差远了 范志斌把情况向王检一汇报 王检的眉头皱得老高 没想到胡文远不但在会议室里胡言乱语 在外面居然恐吓前来竞标的客商 这个胡文远真是胆大妄为 一定要让公安机关好好收拾他 想了一想 王检马上说 范总 这件事是小事 只要有我在 他们任何人也不敢捣乱 你放心在这里干就是了 如果他们敢捣乱 我一定狠狠的处置他们 你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 我说话算话 你相信我 听了王检如此表态 范志斌放了一点心 说道 我当然相信王县长了 有王县长这句话 我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我一定好好地把工程建好 就像王县长所说 把它建成一个民心工程 王检点了点头 说道 工程质量上一定要抓好 我们好归好 但如果质量上出现了问题 我只能公事公办 你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 必须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监督工程质量的人 要24小时在场 当然了 我们县里也会派出人员进行监督 所以请你一定要高度重视 不过既然你能这样说 我相信你会把工程建设好的 范志斌连连答应 心里却感觉王检的严格 确实不一般 但心里却还是有一些不踏实 就是王检主动给了他们工程 那该如何向他表示谢意呢 给他钱 肯定不会要 上次在献和香的时候 就没有要 还把他批评了一顿 送他物品 又怕王检不收 想来想去 他感觉自己欠了王检 一个大大的人情 却无法还过去 也许只有把工程干好 才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抬头看了看王检 范志斌说道 王县长 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是 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 今儿晚上有没有空啊 王检微微一笑 说道 你什么也不用感谢我 我找到你不是为了让你感谢的 而是让你把路修好 吃饭倒是可以 但现在还有点早 等工程进攻 我一定大吃你一顿 现在就免了吧 我晚上的事也很多 你就先回去吧 过两天就通知你来签约 范志斌只有表示探服了 和王检说了一声 就向外走去 他倒不是怕胡文远 现在对他怎么样 他怕的是施工的时候 胡文远来捣乱 所以出了县政府大楼 就向大院外走去 吴天一根本没去叫人 而是打电话给他在外面的司机 让他叫个出租车 进县政府大院里 把他接出去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他要是让司机来接 胡文远一定知道是他出来了 所以就让出租车进来 然后他偷偷上了车 胡文远哪里想到 出租车进县政府大院 是接他的 等吴天一一走了之后 他还以为还在县政府大院里呢 范志斌出来之后 就不见了吴天一 心想他已经走了 就步行向外走去 他的司机也在外面等着他 等他一出大门 胡文远的人就立刻围了上来 问道 诶 那个吴天一呢 范志斌不解的问道 嗯 他没走吗 刚才他就出来了呀 我再出来后就没有见到他 你们找他干什么 胡文远不相信 问道 你没和他在一起呀 难道他能偷偷跑了 范志斌不知道吴天一是跑了还是躲了 告诉自己人去叫人了 可是现在也没有见到他的人 这个人看来确实有些狡猾 不但把自己给耍了 而且也让胡文远 而且也让胡文远没有抓住他 我下楼的时候就与他分开了 我与他也不熟 你们要是找他可以打他电话 你们要是没有事 我就先走了 范志斌说完就要上自己的车 可是胡文远的人却挡住了他 你们要干什么 范志斌不仅质问起来 胡文远走上前笑着说道 范老板 我刚才在后课室里说的话 你可是知道了 你别不当回事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有钱大家赚 如果你不听我的 只顾自己赚钱 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这西厅这块地方上 你打听打听 谁不给我面子 谁不给 我就让他好看 你是从大地方来的 也不会在意那几个小钱 我们合作赚钱 对你来说损失也不大 你要是一毛不拔 我可以不在乎 但我的手下弟兄 可是个个都是暴脾气 到时候搞得大家都很难看 就不好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中标的可能性最大 那个姓吴的 他根本就中不了 就是中了 我也会把他打跑 胡文远看上去 有些恶狠狠的说着 范志斌看在眼里 听在心里 虽然有些担心 但想到王俭对他的保证 胆气 意识也大了起来 就说道 胡老板 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 一切讲究的是规则 如果胡老板也是一个讲规则的人 我们合作没有问题 但现在谈起这些还是为时过早 等结果公布之后再说吧 范志斌的一席话 说得胡文远 眼睛眨了眨 像他这种草莽 理解范志斌的话 就有些费劲了 但最后一句是听懂了 说道 那好 等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就合作 到时候 我们合作 发大财 说到最后 胡文远大笑着 拍起了范志斌的肩膀 范志斌本想再说他几句 感觉他没有听懂自己的话 合作是有前提的 而不是有了结果之后就合作 敢一想 跟这种人讲道理 就是对牛弹琴 还是算了吧 没有说话 范志斌直接上了自己的车 胡文远的人也没有再拦他 看着范志斌坐上车走了 范志斌一走 胡文远对手下的人说道 到里面找一找 我就不相信 这小子能飞出去 而此时 吴天一正得意的坐在自己的车内 向四盟方向迟去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 报复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 权力 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354章 不给面子 结果在两天后公布了 范志斌接到了西庭县政府 发给他的传真 要求他过来正式签约 这一切 车士平也知道了 他知道范志斌是省城来的企业 但他还不确定 范志斌是通过上层关系过来的 因此 他对王俭还是有一些疑心的 但这种事又不能去求证 听了崔赵华的汇报后 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怕是王俭从中搞的鬼 耍了他 赵华 你打听清楚这个姓范的底细没有 车士平对着站在他面前的崔赵华说道 这是他立的规矩 下属不能坐着和他讲话 只有王俭才有时例外 崔赵华说 这个人确实是省城的企业 规模还很大 而且他还有一个母公司 母公司的规模更大 是全省有名的房地产企业 至于他到底与省交通厅的领导 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不敢确定 照理说 这个项目是省交通厅给的 他们介绍来的人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但这事 我们也没法求证啊 很难说王俭不会耍我们 我们要不要向上面反映一下 就说招标不公平公正 到时候让王俭脸上不好看 你看这样怎么样 车视频的眉头就是一皱 看了崔赵华一眼 感觉这个崔赵华 歪点子出的还真是有些毒了 这就是公然在说 王俭暗箱操作搞招标了 弄不好 王俭就会惹上一身屎 而省交通厅的领导 倒是恐怕也难脱干系 这种事就是捕风捉影 也没有什么证据 搞得好 王俭丢脸面 搞不好 上面追查下来 他这个县委书记的脸面 丢得更大 别人肯定会说 西庭县领导班子不团结 搞内斗 如此一想 车视频倒没有答应崔赵华的要求 对他说道 现在我们没有证据 像上面说这件事情 就没有根据了 到时候闹得满城风雨 不但王俭不好看 我的脸面上也不好看呢 这件事就先这样吧 等打听清楚情况后再说 崔赵华只好作罢 他现在对王俭又越来越有意见了 本来想向他靠拢的 但王俭根本不照顾他一点利益 这么大的工程 王俭一点也不让他参与 急功近利的他 不能等到和王俭关系好之后 再向王俭要一些项目来做 而且他也看到了 王俭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 一个不会让大家发财的人 不是说他 就是跟在他后面的杨春风和马贵松 王俭何时又照顾了他们了 连车视频本人现在都要看王俭的脸色 才能得到一点面子 让他的关系人参与一点工程 因此即使他向王俭靠拢之后 恐怕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与其这样 不如与王俭对立到底 现在王俭还是代县长 到了明年春天的正式选举 如果他选不上去的话 那他就得下台 而如果自己耍一点诡计 说不定就能超越他 让自己当上县长 这样的心思 有时就是一亮 但亮起来之后 想灭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事 但立意熏心 让他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他认为 只要自己当选了县长 上级党组织为了大局 为了选举的有效性 他们不会就此将他拿掉 造成继承事实 也许就真的可以当上县长了 虽然车视平没有答应他去做这件事 但他回去后就找到了胡文远 指使他找人在网上发帖 开始捏造事实 污蔑王检 这是第一步 等选举的前一天 再通过手机发送短信 给人大代表 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 让他们不要选王检 而他在暗中拉选票 将他选上去 本来想拉着汪志国干的 但一想人多了 反而会坏事 而且还要讲条件 干脆自己干得了 王检代表县政府和范志斌签了约 吴天一知道后是怒火中烧 他没有想到 王检最终没有答应林泽宇和他的要求 这完全就是在玩弄他 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王检 要求解释 王检听了之后 笑着说 吴老板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 让你中标的 我说的是 让你前来参加竞标 而如今 你竞标不上 是你的实力不济啊 你什么话也不要说了 县政府已经签完约 马上就要进行动工 希望你 再争取下一次机会吧 吴天一不满的说 王县长 这事可是林市长跟你打过招呼的 你现在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吧 到时候林市长问起来 我怕你不好回答吧 王检一笑 林市长说的是让我照顾你一下 我觉得我这样就算是照顾你了 给你参与的机会就已经不错了 以你公司的实力 你进入最后竞标阶段的机会 都是没有的 你能走到这个地步 就算不错了 你说你什么都不懂 还想来竞标 你觉得现实吗 好了 我不想和你再多说了 王检就要挂电话 吴天一又说了一句 王县长 我看你眼里是一点也没有林市长吧 王检不由的发了怒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我们领导干部之间挑拨离间 林市长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副市长 如果你这样说 我相信林市长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此话一出 吴天一立刻没了话 王检生气的一挂 就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王检就觉得 这个吴天一也是有点嚣张 居然敢这么和自己说话 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 这些人在没用着自己之前 好话说尽 态度好得不得了 但一旦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就要翻脸不认人 他相信林泽宇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吴天一一定会找到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抱怨他没有把事情办好 说自己不给他面子 王检猜的没错 就在吴天一和王检打完电话之后 他就直接去市政府找了林泽宇 林泽宇没有太担心这件事 他觉得王检作为一个县长 无论如何也是要给他面子的 既然答应照顾吴天一了 那这件事就有可能差不多 反正这工程上让谁干都是干 干嘛不让熟人来干呢 所以当吴天一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 把情况一给他说完之后 林泽宇就是一脸的愕然 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啊 王检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当面说好话 而背后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的人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了吧 你和王检打电话 他怎么解释的 林泽宇在吴天一说完之后 问道 他 他完全就是在应付我 他说他已经照顾我了 能让我入围 竞标 就是照顾我了 这不是胡扯吗 我要的是中标 而不是入围 他这样做 完全就是没有把林市长您 放在眼里 你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恐怕谁也不会把你当回事了 吴天一非常不高兴的说 吴天一的话说了有点危言耸听 但王检没有让吴天一中标这事 确实伤到了他的自尊了 想到这里 他不由的给王检打了一个电话 看他如何向自己解释 当着吴天一的面 林泽宇就拿起电话 打给王检 王检正在和客人说话呢 看到林泽宇的电话来了 就挂断没有接 他知道是什么事 现在正在和客人谈话 根本没法向他解释 与其这样 不如等事后再说 一看王检居然没有接他的电话 林泽宇有些恼怒了 吴天一在旁边看到 立刻窜得到 林市长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这小子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居然不接你的电话了 这分明就是不把林市长你当回事 不要说了 林泽宇气得把电话一摔 吓了吴天一一跳 他知道林泽宇现在非常愤怒 自己的挑拨起作用了 林市长 居然王检不给面子 要不你再帮我给东庭的领导打个招呼 那边还有几个工程呢 停了一下 看着林泽宇在那生气 吴天一又继续说道 林泽宇猛的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都说了 王检不给面子 其他人更不会给面子 还打什么招呼 以后你自己去搞这些事情 我不管了 没想到自己说过的话 反而让林泽宇还了回来 让吴天一好不弃脑 本来这种事情有办成的 也有办不成的 谁知道今天他被王检搞脑了 居然和林泽宇的关系 一下搞得僵了起来 真是得不偿失了 早知道就不向他说这件事了 再让他给别人打招呼 不就行了吗 真是机关算尽 反而误了轻轻性命 让他一时后悔死了 林市长 吴天一还要说 林泽宇大手一摆 说道 你出去 我一个人想这事 吴天一一见 今天是别想再让林泽宇 给他说事了 想了想就说了声 林市长别生气之类的话 就走了 吴天一一走 林泽宇就躺在椅子上 有些声闷气 他觉得王检 之所以没把他放在眼里 是因为他没有入场 也就是他虽然是个副市长 但却不是市委常委 如果是市委常委的话 那他就会在王检的任命上 有一票发言权 王检自然也就不敢这样对他 现在他虽然在一些工作上 能对王检施加一些影响 但总归没有当上市委常委 影响不大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不但让自己在吴天一面前没有面子 而且也直接伤了自己的尊严 这个王检真是目中无人啊 他心里这样想 却没有想想造成这种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他不去打这个招呼 王检自然不会不给他面子 反而会非常敬重他 现在不但让王检看他不起 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 说到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不过是他自己 不会反思自己的不是 却把原因归在了王检 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事情上 真是官场上淫尽太深 被潜规则读住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驰骋仕途的 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 梦想 报复 水雨争锋 美女 金钱 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煞 作者 鹅城之县 第355章 唐会的意见 王检和客人谈完了话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拿起电话打给了林泽宇 林泽宇看了看来电显示 想了想就接了 林市长 刚才有客人到 没接你的电话 不好意思了 王检首先表示歉意 林泽宇干笑了一下 说道 王县长好忙啊 修路的事搞得不错吧 我听说还让省城来的企业承包了 我们四盟的企业搞不定吗 一听林泽宇说到修路的事 王检就知道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连忙说道 林市长 这事我还要向你汇报一下呢 我们的这条路马上要动工 举行动工仪式 到时候邀请省交通厅的池厅长过来出席 我们要举行一个大的欢迎仪式 王检没有提到吴天一工程的事 这种事情如果林泽宇不提 他也不会提 因为他主动提了不好解释 而越解释越会误会 所以不如以鱼为直 让林泽宇知道池郭平要来的事 必然会把注意力投到池郭平身上 让他觉得再说那些小事 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了 林泽宇听到王检的话 果然是心里一动 他没想到王检能把池郭平 邀请到西庭县来 别说是王检 就是他想邀请池郭平来视察工作 恐怕也不一定能请得动 而王检怎么能把他邀请来呢 王县长 你说的可是真的 林泽宇有点不大相信 王检说 这事情基本定了 到时候可能还要去四门看一看吧 池厅长能到我们这里来 可以说是对我们交通建设的一大支持 听到王检如此确实的回答 林泽宇突然想到 省城来的那家企业会不会和池郭平有什么关系 要不然 为何池郭平要到西庭来参加动工仪式 他根本不相信凭王检的面子会把池郭平请来 想到这里 林泽宇本想提到吴天一的事就不能提了 如果真是这样 提出来不但王检不会再改变主意 更重要的是要让池郭平知道了多少于他不好 心里把这笔账记下来就好了 如果再说到面上 那就失去他作为一名副市长的脸面了 保持表面上的友好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县长 这件事你要正式向市政府汇报 我们好做好接待工作 林泽宇想完后命令式的说道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马上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市政府汇报 准备工作马上进行 规格要高一点 交通建设十分重要 我们要给池厅长一点特殊的待遇 特殊的待遇 那就是副省级的待遇了 要比一般的厅级干部要高一点 林泽宇这么说 显然是十分重视池郭平的到来 他作为分管交通方面的副市长 池郭平能来到四孟 也能体现出他的成绩 和林泽宇通完电话 王检笑了一下 这个林泽宇分明是想兴师问罪的 没想到自己说出了池郭平要来的消息之后 居然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这说明池郭平的事情 远比吴天一的事情重要 看来是要好好准备一下 池郭平到来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他把马贵松叫来一起 商量一下接待池郭平的事情 和马贵松商量完之后 王检正要与池郭平再联系一下 唐慧却从外面眉头紧皱的走了进来 让王检看到有些怜爱 这个女子皱起眉头来 比平时还要好看 唐县长 你怎么了 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王检笑着问 一看到王检那张笑开的脸 唐慧脸上的愁云立刻变得舒展开来 不过转瞬即逝 说道 王县长 你要给我做主 吴玉民根本不把我们教育工作放在心上 我去要钱 他理都不理 王检立刻问 他是怎么回事 胆敢不给你唐县长的面子 唐慧说 你前些日子不是说要给救助失学儿童吗 我们根据你指示向市教育局要了一点款项 现在存在现财政的账户上 我们想取出来 吴玉民却说这钱暂时不能动 必须有县领导发话才行 我说来要了还不行吗 我大小也算是个县领导吧 他说要是有县主要领导签字才行 我问他需要哪一个县主要领导签字 是车书记还是王县长 他说都可以 你看着办吧 我就过来找你了 王检一听就问道 你用钱的报告呢 拿过来我签个字 唐慧把手中的报告交给了王检 王检就龙飞凤舞的在上面签了字 然后递给他说 唐县长 你拿去吧 吴玉民不敢不给你钱了 唐慧接过报告后说道 王县长 这事还用不用和车书记说一声 我和吴玉民说话的时候 感觉他话里的意思 还是想让车书记点头的意思 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意思 我怕还是取不出钱来 这话一说完 王检的脸上开始布上阴云了 抬头问道 吴玉民真有这方面的意思 这只是我的感觉 但他没有明说 王县长 这不是我一时的感觉 而是有一些时间了 按说你是县长 有了你签字的东西 他应当无条件支付款项才行 可是我每次去 他都有所刁难 而我们从市里要来了钱 他还从中作梗 我看他是另有想法 王检很少听到唐慧说这些话 因此张口问道 他能有什么想法 唐慧略一皱眉 说道 给我的感觉是 他受制于人 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听命于你 但如果有人向他打了招呼 恐怕他就不会很顺从的 听从你的话了 原来啊 我在吴玉民那里办什么事 一切都很顺利 但从王县长你来之后 我就感觉情况发生变化了 这里面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虽然愚笨一些 但也是猜得出一二的 我感觉 这种情况 是不是你要改变一下呀 唐慧把话一说 王检立刻明白什么意思了 虽然吴玉民表面上不敢顶撞他 但总是与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种关系让他用起来非常不得心应手 很显然 他的主心股是车视频 只要车视频发了话 他立马要听车视频的 虽然自己在用钱的时候 他基本没有什么难为的事情 但县政府其他人要去县财政局之前的时候 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唐慧受到刁难 不过是其中一个反应 而现在唐慧把这个事情向他汇报开来 其实是到了矛盾集中的时候了 让他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你觉得他是受制于谁呢 王检故意问了一下唐慧 他在做更深一步的测试 看一看唐慧对车视频的看法 此话一出 唐慧立刻说道 王县长 还用我说的明明白白吗 自从你来到后 这县里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一清二楚 只是不表现出来罢了 大家都觉得 你不是张振宇那样的人物 虽然有人暗地里与你作对 但大多数人还是对你很佩服的 希望你硬起来 把县里的工作理顺 而不是做张振宇那样的应声筒 我知道 你不想让人说起这方面的事 维持表面上的团结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唐慧的话 给了王检一个不小的震动 他说的没错 虽然他自己没有感到什么 可是在别人的眼中 他是希望 是西庭发展起来的希望 别人希望看到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他 希望他在车视频的羽翼下 也能展翅高飞 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而要想做到这些 必须树立一面旗帜 一面要大干一场 不会受制于他人的旗帜 冲破别人的束缚 整合追随在他身边的人 全力以赴 把工作做好 可是大家也看到 他在车视频的压力下 也会妥协 像崔兆华 汪志国这样的人 敢公开与他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 他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先暂时退让了 他自认为是一种策略 却是让别人以为 他的软弱 这样 就会让他的行政效率 有所降低 因为别人要看清 到底是谁的意思之后 才会去做 最终 只有在他强烈的压力下 才会把事情做好 这样下去 显然是低效的 别人对他的期望过高 让王俭有点始料不及 毕竟他现在不是县委书记 大家想看见他 拥有县委书记那样的权威 是不可能的 他只能在做事这个层面上 与车视频周旋 忍辱负重 把工作做好 要想真正达到 得心应手的地步 必须当上县委书记才行 唐县长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但你知道 情况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 一些态势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 我有我自己的定位 我的定位就是 老老实实的 把自己权限内的工作做好 尽最大一切努力 我不可求任何人在我面前 唯我马首是瞻 但我必须要求他们 把自身的工作做好 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知道 但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 希望唐县长 你和我一样 忍辱负重 把工作做好 无论有人怎么刁难 只要我们坚定做事之心 别人就刁难不了我们 我相信 某些人会被我们的这种精神 吓倒 形势终究会改变 王俭的一席话 让唐县反而有所触动了 他的意思 让他不要计较这些所谓的刁难 坚定的把事情做好 如果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自然会有人出面解决 而现在还不到解决 这些问题的时机 这里面的原因 大家都是明白的 谁掌握了人事权 谁才是最终的裁决者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 报复 谁与争锋 美女金钱 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356章 池国平来到 池国平一行 终于来到了西庭县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庭 当他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 心里一直在想 王检主政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跟自己说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呢 所以当他坐在轿车里 随着一声咣当的声音 他才知道西庭的路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这里的路到处都失修 不能再用什么词来形容这里的路面了 不但狭窄而且破旧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脉 没有良好的道路 什么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王检上任 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应当说是他没有法子的法子了 路都不修 谁还会来投资呢 总算知道王检工作的地方 有多困难了 池国平心中 倒是对王检有了一种同情的感觉 以前不过是出于同学情分 以及对王检本人的敬重 才决定支持他 而现在他觉得支持王检发展 就是一种责任 如果能把这里的路修好 不但是王检的成就 也是他的成就 将来要是考究起来 他在西庭县的发展史上 还抹下了浓重的一笔 池国平先来到四盟市里 由于孙世明出国考察去了 江岩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待了他 双方就四盟市全市的交通建设 进行了商谈 江岩自然期待 池国平能对四盟市的交通建设 予以倾斜 池国平只能含糊的答应 毕竟这种事不是想倾斜 就能倾斜的 而且他来到这里 是看在王检的面子上 与江岩的交往并不多 所以没有进一步的交往 他是不可能 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表示的 与江岩汇报完毕后 江岩安排林泽宇 陪同池国平 一起到西庭县参加活动 他本人还有重要活动参加 就不过去了 林泽宇虽然对修路的事情 有一些心结 但池国平的到来 他还是十分热情的接待 毕竟今后还是要与池国平 打交道的 这中间的关系 一定要搞好 池国平就和林泽宇 一前一后 坐车向西庭赶去 刚到西庭县 他就感觉到了这里的情况 不一般了 孤单的西庭县城 坐落在一片农田包围之中 有几处冒烟的地方 可能是县里少有的几家大工厂 几栋高楼 屈指可数 一排排棚户区 一眼看不到边 相比全省一些发达地区 这里至少落后十年 池国平心里 做了一个这么的判断 正在思考着 车视平和王俭带人 一起到路口迎接他了 虽然这种迎来送往的排场 实在是惹人烦 但对池国平这样 上面的领导 还是要重视一下 要不然会让他觉得 这里不欢迎他 先来到县政府招待所下榻 等池国平和林泽宇 从车上下来 车视平和王俭就走了上去 车视平握着池国平的手 王俭握着林泽宇的手 然后王俭再握着池国平的手 车视平再握着林泽宇的手 大家看上去都是相谈甚欢 然后大家一起走进 县政府招待所的会客厅 池厅长 林市长 我和王俭同志 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你们的到来 表示欢迎啊 落座后 车视平笑着 向池国平和林泽宇说道 池国平笑着一摆手 说欢迎的话就不要多说了 我和王俭同志是老相识 到这里来 一是看看项目的运作情况 二是更重要的是与老友见见面 看一看王俭同志工作的地方 是个什么样子 我来到后 我来到后感到这里的条件 的确很艰苦啊 车书记 还有王俭同志 真是很不容易啊 林泽宇忙在旁边笑着说 我们四盟的发展 还是需要池厅长对我们多支持 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 这里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林市长 你这个邀请 我完全接受 但我怕到时候会变得认不出来迷了路啊 你们说是不是 池国平开着玩笑说道 大家立刻哈哈笑了起来 池国平这是故意赞扬 西庭今后的发展会非常迅速的 但总觉得这不过是个玩笑 西庭的发展能有这么快吗 王俭借机笑着插了一句 池厅长迷路不要紧 这路都是您帮我们修的 迷了谁也不能迷了池厅长啊 王俭的玩笑话 让大家更加笑了起来 池国平更是笑得要前仰后合了 林市长 我看越在艰苦的条件下 越能生成一种幽默感 我觉得王县长就是一个例子 你说呢 笑完之后 池国平笑着对林泽宇说道 自从知道王俭与池国平是老相识之后 林泽宇心里算是知道 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了 而且也知道这条路的背景有多深了 那家省里来的企业 必定是与池国平 王俭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连车视频都没有捞到好处 可见吴天一没有中标是很正常的了 而现在 池国平的注意力显然还是在王俭身上 上来就说与王俭是老相识 并说明到这里来的用意 虽然是非正式的说法 但也是给了王俭足够的面子了 这样的面子一般人是得不到的 今后还真要对王俭重视起来了 持听长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艰苦工作的同时 适当有一种幽默感 才能消除身上的疲劳 要不然 不知道他们两位能不能坚持的下去 林泽宇笑着说完 指向车视频和王俭 车视频也有点震动 看来王俭所焉非虚 持国平说他与王俭是老相识 那么这条路 必须是王俭与持国平之间相商的结果 而如果持国平提出 让谁来修这条路 王俭肯定是难以拒绝 因此范志宾来修路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别人没有机会 也是很正常了 听到林泽宇说向他和王俭 车视频也不禁一笑 说道 嘿嘿 没有办法 我们也学会自娱自乐呀 王先生来到我们这儿 时间不长 就变得幽默感十足了 这话说的有些夸张 大家又笑了起来 说说笑笑 大家之间的隔阂 好像全消失了 王俭与车视频之间 林泽宇与王俭之间 都在一起说说笑笑 对持国平的到来 大家还都抱着非常欢迎的态度 说完之后 大家就起身去施工现场 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 马贵松已经在现场进行指挥了 范志宾带领着人马和施工的机器 都到了现场 本来范云行说也要来的 但一时需要出国谈判 就没有过来 还专门打电话给王俭 表示了歉意 王俭也没有在意 范志宾在就行了 不需要太大的排场 让持国平来 其实还是想让他看一看西庭的情况 希望他以后对西庭多支持一些 胡文远他们是准备要捣乱的 范志宾在签完合同后 就打电话给他 向他要攻城 但范志宾这次告诉他 如果他们能履行合同的话 可以把一些原料的购买让给他们 由他们来提供合适的原料 胡文远的胃口远远不止于此 他要求必须让出一半的路段给他们 否则就不让范志宾能安心施工 范志宾一听他这样说话 那只有让王俭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是无法答应他们的要求 且不说这样做根本不符合合同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来做 王俭知道了怎么办 怎么能保证工程质量 他们这是明打明的要抢工程啊 范志宾一说到抢工程 胡文远直接毫不讳言的说道 我们就是抢工程怎么了 我告诉你姓范的 在西庭这个地方 你必须和我合作 否则我们走着瞧 范志宾生气的说 你这不是合作 而是抢 我不信在西庭就没有王法了 王法 王法管不到我们 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你当初就不该到这个地方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回去吧 范志宾这回可是给气得不轻 没想到胡文远简直就是一个无赖 也没有想到西庭会是这样的地方 早知道当初答应王俭都有点后悔了 随后把情况向王俭做了汇报 王俭告诉他 你不用怕 这些人就是靠着坑蒙拐骗发财的 说说微笑的话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他们有什么实质的行动 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 范志宾略微宽心了一些 但直到胡文远的动作后 王俭立刻打电话给汪志国 让他在举行动工仪式那天 做好保卫工作 如果有人敢捣乱 一定严惩不淡 知道是省里的领导要来 市里的领导也要来 如果他汪志国这点政治觉悟没有的话 那就不要在官场上混了 因为如果在动工仪式那天出了什么乱子 他这个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是别想干了 因此他立刻做好安排工作 部署了一些警力在现场 胡文远一听 说省里的大官要来视察工作 他的心里立刻有点怵了 没想到这家企业面子还不小 省里来的领导都来为他捧场 倒是让他要掂量掂量 要怎么办了 因此胡文远没有敢在动工仪式上 做什么小动作 在现场根本没有看到他的人 范志宾知道后终于放了心 看来只要县里想整治他们 他们也是不敢乱来的 但等池国平他们走了之后 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他的心里又没有底了 这边刚准备的差不多 林泽宇带着池国平他们 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施工现场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三百五十七章 动工仪式 动工仪式的地点 在西城县城外 不远的一个动工点上 四处插满了红旗 大型机械排成一列 标语口号也四处挂着 工人们聚集在一起 等待领导的到来 马贵松和石立才两个人 在现场做好准备 范志斌和总工程师 商议着事情 一切看起来非常繁忙 一些石料已经被拉到了现场 就等待着池国平他们的到来 等池国平来到后 鞭炮声齐鸣 大家都鼓起掌声 附近的群众也赶过来看热闹 这种场景不是经常能见到的 而且修的又是很汇集他们的农村路 凡事不怎么原始 而且愤世的人们 都非常感激政府 终于帮他们修了一条像样的路了 池国平和林泽宇下了车 看到这里热闹的场面 两人不禁都露出了笑容 就冲着这气势 修路工作就开了个好头 只要大家齐心干 这路没有修不好的 车士平和王检两个人走了过来 对池国平林泽宇说 池厅长林市长 我们开始举行仪式吧 两个人点了点头 车士平就来到现场 一处举行仪式的地方 话筒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走到跟前 跟工作人员说了说 现场就一下静了起来 今天的仪式 由车士平主持 然后由林泽宇致辞 然后由王检致辞 范志斌作为施工单位 也要致辞 最后由池国平讲话 就是这么一个程序 等大家静下来的时候 池国平他们也走了过来 大家就站成一排 由于是在露天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 椅子凳子的坐着 就站着举行仪式 因此谁的讲话也不会很长 否则他们自己的身体 也撑不住啊 车士平首先主持讲话 尊敬的池厅长 林市长 同志们 朋友们 来宾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盛大的西亭县乡村道路 整修动工仪式 特地邀请了 省交通厅的厅长 到我们这里来参加仪式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池厅长的到来 大家掌声雷动 池国平微笑示意 等大家掌声落下后 池国平又说道 今天出席仪式的还有 我们市政府的林市长 对他的到来 我们表示欢迎 又一次掌声雷动 林泽宇举手致意 车士平接着说道 这次动工仪式 我们县六大班子领导成员 全部出席 施工单位的范志斌 董事长亲临现场 地方的群众 也自发的来到这里 参加仪式 这说明 大家对这次修路 热切期盼 让我们在意热烈的掌声 感谢池厅长 以及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 车士平煽动性的话语 让现场的气氛高亢起来 在他说完之后 林泽宇上前致辞 尊敬的池厅长 同志们 朋友们 我受市委孙书记 和市政府江市长的委托 到这里来参加这次动工仪式 这个项目 是省交通厅 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项目 池厅长一路奔波 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这充分说明了池厅长 对我们四盟市和西厅县 工作的重视 以及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 林泽宇洋洋洒洒的说了之后 就把话筒交给了车士平 车士平接过后 就让王俭上前致辞 王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轻轻的走到话筒前 开始讲话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 尊敬的池厅长 尊敬的林市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同志们 朋友们 现场的来宾们 今天 我们在这里举行西厅县 乡村道路建设动工仪式 是在省交通厅领导 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 关心支持下 得以进行的 大家知道 西厅县全县的基础设施建设 就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水平 这样的建设水平 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 要想赴先修路 我们都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制约 导致我们的道路建设迟迟不能开展 这次动工 可以说是弥补了我们的一个不足 省交通厅池厅长 对我们西厅县的道路建设 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不但亲自给我们批了 这个千万元的项目 今天 更是来到我们这里 参加动工仪式 并对我们的道路建设情况 进行了调查考察 这是对我们西厅县工作的最大支持 我想 我们用任何千言万语 也表达不了对省交通厅 以及池厅长等领导同志的感激之情 那就让我们用掌声 向他们表示感谢吧 王俭的话一讲完 现场的掌声又是一片雷动 大家都对王俭的讲话有同感 西厅县一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 而王俭一来到后 就启动了这个修路的项目 大家多少都对王俭 有了一种期望的看法 大家掌声过后 王俭又说道 这个修路项目 是我们西厅县 拉开大发展的大幕的第一步 西厅县的发展 将在更广阔的一个天地里进行 我们要对全县的主要干道 进行全面的改造 要对西马山区进行深入的开发 要对我们的旧城进行全面的改造 要推动全县 招商隐私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以说前途十分光明 任务十分繁重 但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 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大力调动全县人民 参与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我们的西厅县的发展 就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飞跃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这个动工仪式 不但是要启动这个项目 也是一次动员全县 广大干部群众 加快发展的号角 让我们以高远的目标 踏实的行动 凝聚的力量 为西厅县的发展 增砖天瓦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吧 现场掌声再一次雷动 人们沉浸在王俭的讲话当中 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不管将来能不能实现目标 但至少王俭的讲话 让他们觉得 现在这个县长要比原来的强很多 王俭讲完话之后 范志斌又上前讲话 他说的很少 主要是一些感谢之类的话 同时保证一定要把路修好 支持西厅县的建设 他讲话的时候 跟他一同前来的施工人员 情绪高涨 这是他们遇到的气氛 最热烈的动工仪式了 范志斌讲完 车视频上前说道 下面有请池厅长给我们做重要讲话 池国平听到车视频的话后 笑着走上前 他没有书面的讲稿 只是口头讲了几句 感谢大家对我的热情 感谢林市长 车书记 王县长 还有在场的同志们 朋友们对我的欢迎 我也不是做什么重要讲话 来到这里 感觉西厅县的总体发展是好的 也感觉到西厅县的干部群众 发展的心情也是非常迫切 这说明我们西厅县的发展是非常有希望的 省交通厅的这个项目放到我们这里 我也感到非常的放心 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利用好 用好每一笔资金 大力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 方便群众出行 说实在的呀 今天我能参加这个动工仪式是非常荣幸的 因为我看到了来了这么多的群众 说明大家对交通事业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 我这持国平的口才还真是不错 稀里哗啦讲了一大堆之后 林泽宇带头鼓起了掌 车视平走上前去做总结讲话 他简单的讲了两句 持国平的到来也是让他感觉很有面子 所以又一次对持国平表示了感谢 整个现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看到这幅景象 他也感到只有不断的发展 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否则再怎么说动听的话 老百姓也不会买账的 车视平讲完话后 动工仪式就算结束了 车视平又带着持国平等人到现场看一看 向范志斌了解了一下工程上的一些情况 范志斌与持国平相谈甚欢 林泽宇和持国平看在眼里 觉得他们两个人以前肯定认识 因此王检所说范志斌 是持国平介绍来的企业 车视平完全是相信了 微观的群众在现场也没有散去 而且人还越来越多 他们不断的向前看着 这么多领导来到这里 他们真是长了见识了 王检紧跟在车视平的后面 持国平虽然是他邀请来的 但他是县长 这种出头露面的事 应当留给车视平 如果他要是走在前面 车视平一定会不高兴 所以懂得退让也是一种手段 因此持国平每次想和他说话的时候 只能去叫他 叫他他才跑过去和持国平说说话 而持国平之所以要和他说话 也是想借机支持王检 让车视平林泽宇等人不敢小觑 林泽宇和车视平看在眼里 也明白王检和车视平之间的关系 心中就会不由的产生 对王检的一种敬畏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族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报复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鹅城知县 第358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动工仪式进行完毕后 池国平就与王检等人告辞了 虽然车视平几经挽留 他也没有留在西庭吃饭 就向大家告辞回省城去了 林泽宇与池国平告辞之后 也没有再待在西庭 他的心里对王检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临走的时候 握紧王检的手 再也没有提吴天一的事情 满脸堆笑的说完话就走了 送完了上级领导 车视平和王检走在了一起 说道 王检长 池厅长人很不错 我们以后要加强与他的联系 王检一听 就知道他想借机与车视平搭上关系 不管以后是要项目 还是去省城 能与池国平见上一面 这都是有好处的 便笑道 那是自然 以后我们还想到他那里 要一些项目呢 他和我是党校的同学 关系还可以 以后或许能再来一个更大的项目 王检终于透露出 自己与池国平的关系 车视平的眼睛一亮 心里有了底 但他有些不大明白 池国平是厅级干部 而王检现在 不过是一个下面的处级干部 这个池国平 怎么会对王检这么看重 愿意帮助他呢 虽然有些想不通 但车视平也不能问这些事 便笑着和王检说道 怪不得你能从他那里要来项目 你们这些同学的关系还真不简单 王县长 你还有什么关系 不妨多找找他们 我们西庭现在需要发展呀 车视平进一步试探王检的其他关系 王检含蓄的笑了一下说 哦 那是当然了 车书记 你在西庭主政多年 各方面的关系更是不少 我们应当一起把握这些人际资源 把西庭好好的发展起来 也不失我们在西庭工作的这些日子 您说是吧 这话说的车视平有些姗姗的笑了 在他看来 王检是说他在西庭这些年 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把经济发展起来 而他的那些关系 并没有什么过铁的情况 项目也能要来一些 但都是一些小项目 根本不值得他去动脑筋 所以搞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大的项目 说起来 主要还是他的发展经济的头脑不行 搞政治在行 搞经济就是门外汉了 嘿嘿 有王县长你在就行了 我还能在西庭待多久啊 以后这经济发展上的事 就交给你了 我们搞好配合 共同把西庭县的经济搞上去 车视频呵呵一笑 出人意料 大方的把拳放给了王检 让王检觉得 他可能真的想通了 不会再干涉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实际上 这是他没有办法的办法 王检现在各项工作抓得很好 又引来了项目 对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在表面上 不做出一些对王检的支持 让别人知道了会说他急贤度能 自己不做事还干扰别人做事 现在做出这种很高姿态的表态 多少可以让人觉得他是关心支持西庭县的发展的 对提高他的形象 转变别人对他的看法 有一定的作用 车书记 在经济发展方面 我只能是一名执行者 一切还需要车书记您掌舵呀 王检立刻非常谦逊的说道 他知道自己越是谦逊 车视频才能越对他放心 让他所说的话变成现实 我们共同努力吧 西庭的落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性子可能急一点 我比你大一些 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 我们各方面互补吧 车视频少有的说出了心里话 这让王检觉得 两人之间的沟通 算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两人谈了一会儿 就各自走了 但他们这一行为 让在场的其他领导班的成员 认为一二把手之间 可能变得行动一致了 他们中间 除了崔兆华与汪志国之外 倒没有什么想法 一二把手之间能团结一心 他们也好做人 否则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 不是把一把手得罪了 就是把二把手得罪了 让他们很难为的 领导干部走了 在场的群众 却开始议论起来 一伙人就站在路旁的大树下 胡吹还砍起来 你们不知道啊 我今天亲眼见过 我们新来的县长了 这个人可是个好人 好县长 一个人嘴巴上抽着支烟 看向旁边几个人说道 另一个人立刻不屑的说 我们刚才也亲眼见到了 有什么值得吹牛的 他好不好 谁知道呢 那个人把抽完的烟随手一扔 回过头来说道 你们今天见离得有多远呀 我那天见就像我们之间距离这么远 你们知道不 他居然一个人到面馆里吃饭 我们当时正好也在那儿就见到了 原来这个人就是那天王俭去面馆里吃饭时 碰到的那几个在面馆里胡砍的人 现在有资本出了吹牛了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人家那么大的县长会到小面馆里和你一起吃饭 你瞎吹牛吧 又有一个人说 一脸不相信 怎么 你们不相信呀 我告诉你们 我当时啊 都有点不相信 但人家确实去了 而且还吃了一大碗面 吃的那个生意啊 巴巴的响 和我吃饭 我看没什么区别 事后一想 当时真是没脑子 怎么就不和他好好聊一聊呢 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呢 那个人看上去有些可惜的说道 你做梦吧 就是你说的是真的 你也不可能和人家交成朋友 人家会看上你 另一个人反而讥讽道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干部就应当于群众交朋友 难道他是县长就不能与我交朋友了 你这样的思想太封建了 我看你要是碰到了县长 准会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那个人不满的说道 我不敢说 你敢说行了吧 你要是他的朋友 那今天我怎么没见他过来 和你说说话呢 少在我面前显摆了 该干嘛干嘛去 另一个人更是不高兴的说道 那人立刻反驳 我告诉你们 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 那天他在面馆里吃饭 突然有人来收卫生费 然后他问了问情况 知道是乱收费 没过几天 收的费用就被送回来了 而且还向面馆的老板道了歉 这事要不是他 这乱收费的事怎么能被处理了 所以我感觉这位新县长 绝对是一个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人 你看他来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我们农村的路修了 这事怎么说应当归功于他吧 所以说这样的县长 我们应当支持 还有这事 其他人还真有点相信那人说的话了 刚才不过认为他是在说笑 根本不相信县长会在面馆吃饭 这事我怎么敢撒谎啊 我又与他非亲非故的 干嘛要在这里说他好话 不过我感觉这样的县长 我们好不容易能碰上 就应当支持人家 把他的事迹宣扬出去 那人看到有人相信了 立刻兴致很高兴的说道 其他几个人脸上现出 非常感兴趣的神情 看着那个人说道 这么说来 这个县长很平易近人了 确实能为咱们老百姓办一些事 刚才听了他的讲话 你说要搞这个搞那个 看来不是吹牛 说不定还真要大干一场了 那我们西庭算是有希望了 不过他只是个县长 听说呀县里头是县委书记当家 他说话到最后能算吗 怎么不能算呀 乱收费的事不是处理了吗 这路的事不也开始了吗 要是他说了不算 这些事怎么能干得起来 那个人又立刻反问道 那几个人想了想觉得也是 但又是说 这路你怎么确定是他要修的 也许是别人安排修的呢 那人一下子被问住了 想了一下才说道 这个这是我的直觉 直觉让我觉得除了他 没有人会想到修我们农村的路 这话一说出来 其他几个人还真没有话说了 这直觉有时候比什么都准 老百姓心目中都有杆秤 谁干得好干得不好 不全都凭直觉吗 即使没有在面馆吃饭这件事 大家也会觉得 这个县长是一个干事的人 其他人不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虽然有人还怀疑王俭到底是不是一名好官 但大家的心里还是慢慢有了一杆秤 也许不久之后就能证明他到底是不是一名好官 这样的好县长 你什么时候碰到他了 就上前和他说说话 看他能不能教你这个朋友 如果能教你这个朋友 我就完全服他了 有一个人窜着的那人说 那怎么不能 我告诉你 只要再让我碰上他 我一定上前和他说句话 我会告诉他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一定会高看我一眼 然后我们不就成了朋友了吗 那我以后就发达了 有了县长做靠山 干什么都行 那人越说越兴奋 感觉真与王俭成了朋友一样 你做梦吧 有了县长做靠山 你就想胡作非为了 人家县长可是好县长 你要是敢胡作非为 我看他一定得让人把你抓了去 其他人立马把那人的美梦击碎了 那人眼睛一瞪 说道 谁说我要胡作非为了 我说我是 我是要让他帮我赚大钱 比如包个工程什么的 说到最后 那人变得笑嘻嘻的 别人马上又反驳他 别做梦了 看你的样子就没有什么好打算 让你包了工程 还不是偷工减料 搞豆腐渣工程 我看等这条路修的扎实了 再说他是不是好县长也不吃 这话说的大家都点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轻易不要下结论 看到大家都点头 那人却摇头走开了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王俭的粉丝 没有谁能让他转变对王俭的看法 因为他的那次偶遇 已经让他无法忘记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 报复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全力都入我手 草根男也能扶摇直上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上 作者 俄成知县 第359章 唐会的情愫 动工仪式不过是刚刚开始 一年一度的全县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了 在这次人代会上 王俭将正式当选为县长 把前面的那个代字去掉 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县长 经过县委常委会的研究 人代会的召开时间也已经确定下来 具体工作由联系人大工作的县委副书记 孙海涛 副总泽 县人大副主任黄文化组织会议 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一股暗流在涌动 让西庭县出了全市最大的丑闻 王俭作为代县长 他现在的主要工作 是准备政府工作报告 虽然他有自己的秘书班子 但大多数内容都是他个人撰写的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 而且今后的谋划和发展 也是在他的心里 他自己写下来一遍更能加深他的想法 看到还有哪些不足 他自己写完一遍之后 才由县政府办公室的那些人进行文字上的润色和校正 然后又拿上县政府常务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样下来才基本订稿了 订稿之后又交到县委常委会上进行了审核 车视频他们看到后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要说有什么印象 他们都感觉今年的工作报告比较实 一些虚夸的文字没有了 民生部分的内容有很大的增加 在发展的规划上比历年都要多 都要仔细 王俭是希望能一一落实下来 在县政府会议室里 刚刚开完县长办公会 大家都走了 堂会走在最后面 笑着对王俭说 王县长 先恭喜你了 顺利当选县长 把前面的带字去掉 一般情况下 这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反正不可能当选不上县长 而堂会之所以说祝贺王俭的话 不过是对王俭这半年来的工作的肯定 向他表示祝贺 一定会受到全体人大代表的认可 高票当选 只要能让我做事 带不带的无所谓 不过我倒是希望能通过这次人代会 让全体人大代表 增强对我们县政府工作的信心 让他们积极献计献策 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王俭笑着道 他也认为这次选举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显得很轻松 堂会的笑脸充满了妩媚 与王俭共事半年来 他是深深认可了王俭 觉得与王俭一起工作 充实而又愉快 不像张振宇在的时候 整天虽然也是忙 但那是迎来送往的忙 忙完之后 心里空荡荡的 而现在 由于王俭的干预 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全部被砍掉禁止了 大家忙的 都是非常紧要的工作 所以忙完之后 那是一种充实 一种成就感 这样的工作 才是有意义的 王县长 放心吧 他们一定会认可我们的 这几个月来 我也是深有感触 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感觉我们县政府 全体工作人员 都变得有很生气的样子 大家开口讨论的 都是工作 而不像以前那样 在办公室里砍大山 这样下去 我们西庭县的工作 一定能走在全市的前列 到时候 我们都会感到光荣的 听到唐慧说起这个问题 王县的脸上 现出一种忧郁 看了一眼唐慧 那张俊美的脸 他说道 我要求严格了一些 如果大家都能像你这样认识的话 就好了 但我怕有些人不理解 有些人散漫惯了 会很不适应的 因此私下里不知他们会怎么说我 但我也不能顾忌他们说什么了 时不我待呀 也许等到有一天 西庭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他们才会真正的理解我 唐县长 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这话是真心的 王检来到西庭县 第一个支持他的人 可能就是唐慧了 主要原因可能是唐慧的年龄 与他差不多大 有共同语言 而且王检自身的魅力也征服了他 让他愿意跟在王检的后面做好工作 相处半年来 更是让他折服 如果不是考虑到影响 也许他早就请王检吃饭什么的了 加深一下两人私下之间的关系 唐慧扑斥一笑 笑了起来 说道 王县长 你忧郁起来的样子 真好看 有人说 忧郁的男人最让人动心 王县长 你没结婚前 一定让不少青春少女 被你迷住了吧 嘿嘿嘿 王检不禁笑起来 没想到唐慧会这么说他 笑道 唐县长 我这不是忧郁 而是忧国忧民呢 都过了那种通过装忧郁吸引女孩子的年龄了 我年轻的时候是从来不忧郁的 王县长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忧国忧民 现在很少听人说到这句话了 人人都在为自己考虑 谁还会忧郁忧民 王县长 你可是算第一个了 唐慧还是不仅的笑道 唐慧说的倒是一种现象 现在 人人都忙于赚钱 发展经济 虽然不能说不好 但个人的责任感下降了 国家的事都推给了政府 每一个人都不敢去担当 因此 有人摔倒了 不敢服 有人打架了 不敢劝 有人行凶了 没人敢见义勇为 一切都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 没有考虑到国家安全 整个的社会风气 才会日益变坏 如果我们能怀有一颗 为国家 为社会的心 我们的正义感 就会油然而生 我们在去帮助某个人时 不是纯粹的为了某个人 因为那个人 可能也不值得你去帮 但我们的出手 会显出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亮点 而我们的冷漠 则会让世人 给我们打上自私自利 不团结 没有同情心的标签 因此 时刻保持一种 国家民族之心 对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 会有一种潜在的推动作用 王简一时思绪万千 他知道官场也是如此 人人都在考虑 如何才能升迁 也不能说这样不好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现在 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 个人的理想价值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释放 追求个人的成功没有错 但人们常说 如玉要学诗 功夫在诗外 一心去追求那些结果的东西 不但最后可能实现不了 而且还搞乱了官场生态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王简看来 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 为群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升迁之道 即使因为各种原因 升不上去 至少也会感到欣慰 没有虚度时光 受到人民群众的唾骂 唐县长 不是那么回事 人人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只有有的人暂时放在了心里 有的人表现在嘴上 而有的人 却只是表现在行动上 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 我算不得什么 我们只要踏踏实实的 为老百姓做事就行 王简微笑着说 唐慧知道王简 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心中的那种崇拜之情 不禁又多了几分 他的心里对王简的情愫 也在不可遏制的增长 在他看来 王简是他一生遇到的 不可多得的男人 可是他没有机会了 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如果王简愿意和他在一起 他现在马上就离婚 有时候他真觉得 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也许过不了多久 会因为受不了 而选择离开西庭县 但他也不敢向王简表白 这种事情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 那绝对是官场上的 一大猛料 别人不知道 他与王简之间 已经怎么样了 官场上的唾沫星子 就能把他们给淹死 因此他只能美美深情的 看着王简 做一些支持他的工作 其实王简也无意中 会感觉到唐慧的这种表现 有的时候 他都不敢和唐慧的眼神对视 怕会擦出什么火花来 要是不小心搞出什么误会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些事情 唐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如果是在没有结婚前 唐慧的出现 肯定能吸引他的眼球 他要比韩玉婷要好很多 很高贵的那种 与谢联冰的清纯也不同 这种人适合在贵族之家来往 而他在献河香的时候 唐慧即使在那时出现 也未必会看得上他 只是现在他当了县长 才能与唐慧这样的人相配 可惜啊 已经晚了 两个人的心里都有心思 这就会让两人感觉到 两人私下在一起的时间 不能太长 太长 怕会控制不住情愫 因此 还是唐慧先说道 王县长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 你再叫我 王检忙答应道 那好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搞好了 暂时也没有新的事情 如果有 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唐慧低头走出了会议室 从他身后的背影 王检都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情感 也许他在想自己 为什么不邀请他单独一起吃吃饭呢 这他倒是想 但他敢吗 官场上人言可畏 红颜知己也会害死人 想一想 还是算了吧 现在工作是第一位的 马上线人代会要召开了 虽然他感觉选举应当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突然之间 他怎么感觉 第一次经历这么大选举呢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 王检的心开始紧了起来 他来到西庭抓这抓那 难免会得罪一些人 他的一些行事作风 也可能会让人不习惯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打击非法采杀 在修路上不顾人情 坚持让省里来的企业修 也有可能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 来报复自己呢 一切都让他有些担心了 一位年轻大学生 驰骋士徒的正能量红色之路 一个草根玩转官场 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 官场争霸故事 激情梦想抱负 水雨争风 美女金钱权力都入我手 草根南也能扶摇直煞 踏上红色官图 我是大纲司令 继续为听友带来精彩的故事 扶摇直煞 作者 俄成知县 人代会如期的召开了 会期两天 地点就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大会议室 前来开会的县人大代表们就住在招待所里 让王俭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看到胡文远也参加了会议 他原来也是人大代表 由于不但要召开人代会 也要召开县政协会议 县政府办和县委办两办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 顾靖国和实力财两个人也是不断的忙着 唯恐哪里出了过错 两会的召开是全县的一个重大政治生活 如果出了问题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王俭作为县领导出席了县政协会议 县政协会议开完后 县人代会接着开幕 县人大副主任黄文化主持会议 车视频做重要讲话 然后由黄文化做人大工作报告 一上午的议程就算完成了 中午的时候 王俭就和黄文化一起吃饭 黄文化现在对王俭有了新的认识 越来越认可他了 所以相谈甚欢 黄文化也感觉这次会议应当是非常顺利的 不会出什么问题 即使出什么问题 也不过是一些小问题 影响不了大局 崔兆华当然也要出席会议 吃饭的时候 他并没有与王俭一桌 而是跑到了人大代表的那一桌 看样子和他们谈得很投机 说话的时候 他看向不远处王俭的目光 就有一些不对劲 也许他的心里也在矛盾 到底要不要下定决心 将王俭搞下去 他在此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利用在西庭县的人脉资源 拉拢了一批人大代表 同时又让胡文远暗中笼络一批人 准备在选举那天来一个突然袭击 让人大代表选他当县长 而把王俭选下去 他知道这一招非常具有危险性 但他也看到如果选举成功 只要市委不知道 他在暗中操纵选举的事 市委就没有理由不承认这次选举 再加上车视平对他的帮助 说不定就能当上县长 这样的结果还是让他非常动心的 不过崔兆华终究有些心虚 因为他不是市委签订的县长候选人 到时候市领导发起怒来 很难说是什么情况 但王俭来到西庭后 对地方势力的打击 所造成一些人对他有意见的现实 又让他觉得将王俭搞下去 说不定就是民意所归 到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王俭担任县长 那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英雄行为了 处于这样的一个心理 崔兆华决定铤而走险 拉选票与王俭竞争县长 这个事倒是没让车视平知道 但各方来的消息 倒是让车视平觉得有点不大对头 但他没有重视起来 以为是别人放出的一种传言 目的是打击王俭 这对他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如果王俭全票当选县长 那声望肯定会大增 而如果他有反对票 那王俭今后可能就会老实一些 而不是处处与他有所抵悟了 一股暗流就这样兴了起来 王俭丝毫没有察觉 主要是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好了工作 选举之类的事不会成为什么问题 而且这次选举已经是在他到西庭县半年之后的事情 应当说大家对他有所了解 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受到大家的认可的 因此当他在下午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他的心是自信满满的 他用着十分镇静而又时耳高亢的语调 把政府工作报告向大家做了汇报 综合以前的工作强调了现在的工作 也对今后几年的发展做了一个规划 大家听起来都感觉不错 感觉比以前新的内容太多了 会场里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样他相信人大代表的眼睛是雪亮的 王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说道 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那就是西庭县是一个贫困县 一个落后的县 一个急需发展起来的县 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在于此 直到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我们才能奋起直追 直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 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作为一名代县长 我深深感到我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 人民群众和各位代表的期盼 让我不能不彻夜的工作 加倍努力 如今西庭县美好的蓝图已经画起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紧密团结在 西庭县委县政府的周围 兢兢业业 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 西庭县的明天一定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话一讲完 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车视频坐在台上 看在眼里也受到了一些震撼 王剑的鼓动也是非常强的 不管今后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但至少给了大家希望 这也是一种力量 崔兆华这会儿坐在主席台上看着这一切 心里却在冷笑 他心道 你讲得再好 只要我安排下去 大家还是听我的 谁叫你的人脉不如我呢 到时候恐怕你讲得再好 也没有用了 王剑做完政府工作报告 大家就开始分组讨论 王剑就回到休息室休息 杨春风主动走了进来 王剑急忙让他坐下 坐下后 杨春风说道 王县长 你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振奋人心呢 代表面的心情看上去非常激动 我们就等着大赶一场了 听了杨春风的话 王剑笑着说 我们现在是需要一点激情的 为了把大家的激情点燃起来 我才用了一些鼓动人心的词语 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还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 去做好每一件工作才行啊 杨春风连连说是 那是那是 再美好的蓝图 也要落实到行动上 我们大家都鼓足了干劲 把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的工作 都干好 王剑非常满意杨春风的态度 正说着 唐慧和胡义团也走了进来 王剑站起来 与他们一一相见 不管怎么样 王剑在人代会上受到欢迎 他们也很高兴 只有马贵松 没有过来向王剑祝贺 大概他已经得到了一些私底下的消息 他在坐山观虎斗 他怕过早的表明态度 会影响他最后的抉择 王剑倒没有在意马贵松的态度 反正只要他做好工作就行了 只要不反对自己 他能淡薄一些也好 孙海涛出人意料的也走了过来 他是县委副书记 负责这次两会的筹备工作 今天听了王剑的政府工作报告 看到大家反响强烈 这样他觉得王剑下一步 一定能在西庭站稳脚跟了 如果车视频调走之后 王剑很可能接任县委书记 他也要借此结交一下王剑 为今后的仕途做一些准备 孙书记 我看这次会议你准备的不错呀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 孙海涛进来后 王剑站起来迎接一下他 两人坐下来之后 王剑先向他说道 他现在需要同盟军 主动一些比较好 王县长过奖了 我今天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 感到非常感触 所以过来看一看 舒展一下我平均的心情啊 说到最后 孙海涛笑了起来 王剑知道 他这不过是一种托词 目的还是向自己表明一个姿态 王剑坦然的笑了说 政府工作报告还在大家的讨论之中 希望他们能指出什么错误 好让我们更好的把工作做好 孙书记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 也一定要提出来 最好还是当面提 孙海涛一听 呵呵笑了起来 我的意见就是两个字 震撼 这话说的 旁边杨春风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感觉这孙海涛的马屁 拍的是真不错 王剑一定很开心了 不料王剑的脸却凝重了起来 说道 不瞒孙书记说 我刚来到西庭的时候 给我的第一感觉 也是震撼 看来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 知道王剑的一些想法了 孙海涛的笑容也落去了 说道 还是王县长说的对 我们大家需要共同努力 把西庭县发展起来 虽然我不做经济工作 但我也要为经济工作 做好人事上 组织上的准备 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啊 知道了孙海涛有这种心思 王剑很是高兴 笑起来说 孙书记 我们就应当这样 只要环境搞好了 发展是必然的事 老子还说过 无为而至 其实它不是无为 一个好的环境建设 就是一种有为 没有好的环境 大家天天打打杀杀的 怎么可能无为的起来呢 环境好了 人民各得其所 这经济不就慢慢增长起来了吗 我们西庭 当前的环境 总体上是不错 但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我们在这方面 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把投资环境建设抓起来 让投资的客商 能放心舒心 安心 这样 我们才能吸引来外资 把经济发展上去 这话说的 大家都纷纷点头 孙海涛也是点头不止 他与王俭接触的少 没想到通过今天的接触 真让他有些折服了 虽然不在县政府工作 但今后还是要多 与王俭接触一些 也算是向王俭学习 对他今后 如果当上县长后 也是一种准备 毕竟他年龄不大 现在是县委副书记 将来当县长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当上县长 就要主管经济工作 要没有两把刷子 还真不大行 碌碌无为 当一任县长 那多没意思呀 要当就要像王俭这样 轰轰烈烈的当